欢迎收看黄金年代 人生如梦,回忆如风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在过去有句老话 叫穷养儿子,富养女儿 意思是让儿子从小吃点苦 磨练意志 长大后才会变得更独立,更坚强 女儿则要精心培养 给予优越的生活 长大后才会气质非凡 不贪图小利 可有人偏偏不这么做 成龙的合法妻子是林凤娇 1953年出生,比成龙大一岁 作为和成龙同时代的明星 林凤娇的历史也不简单 出生贫寒 家中五姐妹 12岁的时候就跑去歌舞厅当了舞女 18岁那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接触了电影 从此一脚踏进演艺圈 脱离舞女身份的她从此180度大转弯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辉煌的时候是在26岁 她出演了汪洋中的《一条船》这部电影 获得了第25届亚太影战演技最突出的女主角 之后更是获得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奖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遇到了成龙 成龙第一次见到林凤娇的时候就对她说 我第一次看你的电影就想过 如果我这一生能有机会认识你的话 那一定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一开始林凤娇对成龙是拒绝的 毕竟这种直白的话对于一个当红的女性来说 听得实在是太多了 可是成龙没有放弃 一方面用诚心打动着 另一方面用她的喜剧性格和幽默口才哄斗着 不得不说成龙追女孩子真的很有一套 至少很多人都赶不上 面对这样的男人 基本上没有几个女人能招架得住 林凤娇就此也就妥协了 之后成龙和林凤娇在美国秘密登记结婚 可能是不想影响自己的事业前途 所以对外基本上无人知晓 成龙和林凤娇的爱情也有了见证与结晶 房祖明1982年出生于美国洛杉矶 原名陈祖明 在他有记忆的第一天起 不仅成龙告诉他 不要跟任何人说你是成龙的儿子 而幼年懵懂的房祖明 并不明白爸爸说这句话的含义 但听话懂事的他 还是按照爸爸的话去做了 所以从小学到初中的学习阶段 房祖明没有跟身边的任何人提起过 自己的爸爸是成龙 在房祖明的记忆中 自己从小是由妈妈林凤娇带大的 和爸爸成龙一年都见不了几次面 只知道成龙是天底下最忙的爸爸 家里虽然很有钱 但母亲平时对他很严厉 所以他并没有养成花钱大手大脚的坏习惯 但这一切都在房祖明21岁时悄然改变了 成龙为了弥补父爱 决定带房祖明进入影视圈 2003年 在爸爸成龙的观照下 房祖明出演了电影《千机变2》 《华独大战》 并获得了第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 同年发行了首张专辑《房祖明》 还在2010年 凭借电影《花木兰》 获得第30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自此 房祖明也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此次获奖也受到了爸爸成龙的肯定 但高光时刻的房祖明 并没有利用手中大好资源再闯家计 反而走起了下坡路 不知是成龙的遗传基因所致 还是房祖明的天性如此 开豪车 泡夜店 一幕幕附加公子哥的画面 每天都在房祖明的生活中上演 女友也从戴佩妮换到了张子怡 前后一共16位女星与她传出过绯闻 房祖明的情史 甚至比成龙当年的花边新闻还要多 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身为父亲的成龙 对儿子也是不管不问 总以为在自己的影响下 不会做出太过分的事情 而随后发生的事 却让成龙悔恨不已 2014年 房祖明因涉事非法行为被抓 据房祖明交代 已持续八年之久 随后 房祖明也为自己的行为买了单 背叛有期徒刑6个月 并处罚金2000元 在房祖明刑满释放后 成龙也终于负起父亲的责任 在成龙的教育下 房祖明剪光了头发 从头开始做人 转行做起了导演 虽然远离之前的花天酒地的生活 但仍然还是开着百万豪车出行 毕竟是成龙百亿身家的继承人 除了房祖明之外 成龙其实还有一位女儿 不过这位女儿 却是和吴启力所生 成龙和吴启力的故事 还得从他与邓丽君说起 虽说成龙绯闻很多 但是与邓丽君的爱情是公开知晓的 起初他与邓丽君在国外相识相恋后 没过多久 二人就分道扬镳了 那时候很多人都说 成龙与邓丽君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论才气 论学历 成龙远远比不上 说句不好听的 成龙不过就是一个演戏的 一个是彬彬有礼的大驾闺秀 一个是风流成性的浪子 怎么也聊不到一块去 但也有传闻说 真正让他和邓丽君分手 是因为他看上了刚出道的吴启力 1973年出生的吴启力 比成龙整整小了19岁半 差不多都可以喊成龙叔叔了 年轻时候的吴启力有多美就不说了 17岁荣获第六届亚洲小姐选美冠军 其身材样貌可想而知 那个时候凡是选美小姐出道的人 基本上都可以直接签约进入演艺圈 吴启力也不例外 18岁时就连续拍了《中环英雄》 《圣者为王》等好几部电视剧 随后进入影坛 也正是这个时候 正当红的成龙偶遇了他 一见钟情后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什么嘘寒问暖 什么亲自开车接送上下班 那都是常有的事 在外人的眼里 只要成龙大哥的所到之处 必定会有吴启力的身影 估计那就是所谓的大哥的女人吧 一来二去的接触 18岁的吴启力自然抵挡不住 这个魅力大树的进攻 很快就沦陷了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成龙早已经不是单身 而是隐婚人士 当然 这一切成龙轻而易举就满住了他 随后的几年里 吴启力得到成龙的照顾 戏约不断 在荧幕上也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 而成龙自然是从国内打到了好莱坞 名气一发不可收拾 1999年 是很特殊的一年 成龙与吴启力的私生女 吴卓琳出生了 吴卓琳可以说是 在全香港娱乐记者的见证下 来到这个世界的 而易出生的吴卓琳 没有鲜花也没有祝福 等待他的是一片骂声 妈妈是小三 爸爸是渣男 自己是私生女 作为一个不被父母期待的孩子 他的童年注定是不快乐的 吴卓琳透露 自己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成龙 我和成龙熟悉的程度和普通人一样 都是在大荧幕上看到的 我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 吴卓琳也是从社交媒体上了解到 成龙与吴启丽的过去关系 知道爸爸是功夫巨星成龙 妈妈吴启丽是亚冠小姐 也听到了爸爸成龙那句渣男的经典语句 我犯了全世界大多数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吴启丽也因母女不和 情绪失控 拿刀在家里四处乱砍 吴卓琳被吓得一个人蜷缩在角落里 据悉 吴启丽从小对女儿管教得很严厉 女儿犯错时他会体罚女儿 而这一切都随着16岁的吴卓琳的一个报警求救电话改变了 他报警说母亲无起力虐待自己 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 吴卓琳的少女时期过得很凄惨 不但没有家人的关怀喜爱 还备受家人白眼 而在吴卓琳小学六年级时 自己就发现对异性很排斥 身边的朋友都是女性 自己也尝试过与异性拍脱 但总是深感不适 受够了这样生活的吴卓琳开始学会了反抗 逃离妈妈的束缚 在过完18岁生日时 带着同性恋女友离家出走了 在外面住着20元的旅馆 或者吃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但没过多久 吴卓琳就因欠房租被包租婆赶了出来 在外流浪开始住天桥睡大街了 吴卓琳在最苦难的时期 曾在社交平台公开求救 称 我是成龙的女儿 我和女友安迪睡在天桥和其他地方 已经一个月无家可归了 这是吴卓琳第一次公开承认 自己是成龙的女儿 有人猜想 她是想向父亲寻求经济资助 但吴卓琳随后又说 自己找爸爸不是为了要钱 自己现在很迷茫 有精神上的问题 但这个视频并没有得到成龙的回应 因为成龙早些年曾经说过 自己日子也不好过 不希望吴卓琳母女俩来骚扰自己 自己也不会给母女俩一分钱 更不会承认这个女儿 据了解 吴卓琳与女友安迪已经结婚 吴卓琳在国外有一份工作 虽然辛苦点 但也能够维持生活 房祖明和吴卓琳都是成龙的子女 成龙为了弥补父爱 即使房祖明犯了错 也被成龙安排到幕后做导演 开着百万豪车出行 生活质量并没有受到影响 只是比从前低调了许多 房祖明还是成龙百亿家产的继承人 反观吴卓琳 一出生就被贴上了私生女的标签 这辈子恐怕都难以撕下 一直都不被成龙承认的女儿 直到今天的生活还是勉强度日 正是应了那句老话 穷养儿子 富养女儿 只是成龙把这句话中反 关于王杰的这一生 忠实的歌迷朋友们都有所了解 王杰有过两段婚姻无奈最后 都以失败告终 难免给自己造成心理上的负担 但也各自拥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也勉强算是儿女双全了 可惜的是全都形同陌路 虽然王杰19岁就已经结婚 奈何这段婚姻也只维持了半年左右 具体怎么认识的第一任妻子 咱就先不说了 这次主要聊聊她的孩子 1.王杰女儿王小翠 当时王杰的妻子段安琪年仅16岁 随着王杰的英雄就没两人情投意和 之后段安琪怀孕了 在王杰服兵役的期间 女儿王小翠出生了 由于王杰妈妈的恶心行为 每晚找一堆舞行到家里玩 还叫段安琪陪跳舞 她受不了 把女儿生下来后 写了一封信就走了 就这样 年轻的王杰狐里糊涂成了一位单亲爸爸 为了养活孩子 她晚上在酒吧唱歌 白天开出租车 最穷的时候 冬天在台北睡街头 王小翠从小就跟着王杰吃苦受罪 当时口袋里只有十几块新台币的父女俩去吃洋春面 只有一颗卤蛋 她把面分成大碗和小碗 大碗给女儿并配上那一颗卤蛋 结果女儿很孝顺 拿筷子戳着卤蛋 跟她说 爸爸你吃一半我吃一半 你先咬一口 这样的场景让她心酸到哭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王杰的电影 至尊无上二永霸天下 里面妇女见面的场面就十分感人 像极了当初王杰和女儿为了生存 经历的那些艰难岁月 如今的王小翠也已经三十多了 还是一名空姐 主要非欧洲线路 由于王杰生活在国内 而她的女儿则喜欢国外的生活 所以女儿没有跟着她生活在国内 不过两个人的感情并没有因为不住在一起而淡漠 反而更加亲密了 王小翠从小就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妈妈段安琪 在王杰事业有成后 她为了让王小翠更好的发展 把王小翠送到了加拿大 后来王杰与莫启文结婚 那时的王杰还天真的以为给小翠找了一个好妈妈 但不料婚后第二任妻子与女儿相处的却很糟糕 莫启文甚至更换了家门要是令王小翠回不了家 导致她在外面流浪了一两年 而这一段王杰当时竟然毫不知情 直到很多年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虽然这些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王小翠也已经嫁为人妻 有了儿子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 父女两人同甘共苦了很多年 如果王杰能在喜的柜子或者在婚之后 给予王小翠更多的关心和疼爱 就不会发生末期文化们所导致两年流浪在外的经历了吧 这给曾经的王小翠难免造成心理上的阴影 此外王小翠在前几年诞下一名男婴 所以说王杰已是做外公的人了 如果王杰透露的时间准确的话 王杰的外孙2023年都已经14岁了 2.王杰儿子王成元 王杰与第二任妻子墨启文结婚后生下一个儿子叫王成元 1997年 王杰与墨启文离婚后 孩子判给了墨启文 并下令王杰终生不允许接近王成元 对于这个儿子 王杰也颇为无奈 想他了却又不能接近他 只能远远地看着 后来王杰写了一首歌 如果我老了你还爱不爱我 表达自己对儿子的想念之情 在墨启文榨干了王杰几乎所有的财产之后 王杰变得一无所有 墨启文却带着孩子去了国外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据王杰后来在访谈节目中所说 他也想去看儿子并和儿子相认 但是因为法律规定 他不能靠近自己的儿子 所以当他偷偷钱去看儿子的时候 即使擦身而过也不能和儿子相认 王杰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未见儿子 如今王成元已经29岁 变成了一个帅气大小伙子 个头比王杰高一头 3.王杰 王王杰的第一张专辑卖了1800万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郭富城的 对你爱不玩 卖了100万 就让他成了天王 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卖了50万 震动亚洲 张国荣卖的最好的一张专辑 宠爱 全球发行量200万张 所以在那个年代 人们都说 王杰不到 没有四大天王 还有一种声音说 四大天王成立就是为了对抗王杰 在王杰有钱之后 他买了一栋七层楼高的大厦 自己的房间就占了三层 女儿终于也能睡个安心觉了 隔壁再也没有精神失常的老人 有钱的好处还远不仅于此 王杰的身边开始环绕着各种各样的朋友 吹捧他 体贴他 然后让他买单 就连向来讨厌他的母亲也主动过来嘘寒问暖 就算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父亲 也在一场演唱会上 亲自为他送来包好的饺子 感人至极 王杰觉得钱真是个好东西 友情 亲情 爱情一下子全朝他扑了过来 妻子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 王杰志得意满 但公司也开始压榨他 让他没日没夜的工作 长时间高负荷的工作一下子压垮了他的身心 他得了厌食症 体重暴瘦到80斤左右 对话筒也产生了恐惧 录音的时候摄影棚一点光线都不能有 看见话筒他就想吐 后来医生说 你再这么下去 会不行的 于是 王杰停下工作去国外养伤 可等他回来 一切却都变了 烂赌的母亲输掉了他的房子 妻子带着儿子和他离婚 顺道拿走了他大半家产 王杰想去看看儿子 妻子也不允许 王杰不仅没有抚养权 探视权 每年还要支付500万的赡养费 1999年 王杰签约英皇 和他竞选英皇一哥的是未付还债的谢霆锋 他们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 但公司次次偏袒谢霆锋 后来王杰和英皇的合约要到齐了 英皇想让王杰续约 但王杰不想 王杰自此之后迅速被大众遗忘 他后来开过演唱会 唱到高潮的时候唱不上去 底下粉丝合力帮他唱 王杰站在台上泪如雨下 不停地说谢谢 他说 谢谢有你们 我不是真的一无所有 再后来 王杰喝了一杯有问题的饮料 导致身带大面积受损 命运的千万次垂打给了他沧桑的歌喉 又以更残忍的方式剥夺 如今王杰早已退出了大家的视线之中 甚至有长达两年的时间没有再见到他了 前段时间 台媒放出已经59岁的王杰近期露面的视频 在视频之中的王杰模样和状态回春 整个人的状态似乎恢复了不少 常年居住在加拿大的王杰 可能离开了国内的音乐圈之后 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退休生活 王杰露面之后给大家录了一个新春视频 其实这个视频也不是发给媒体的 仅仅只是王杰私下里发给自己的爱心粉丝群 等于是他用实际行动感谢一下粉丝们对自己的关注 低调现身的他和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为了上镜他还特意地穿了一件西服 在镜头那端地他说道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我是王杰 在新的一年里 祝福大家新春快乐 万事大吉 好好保重身体 大家一起加油 看到了酒味露面的杰哥 粉丝们也纷纷留言 杰哥好想你 好久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你的状态好多了 看到你真好 永远的阿杰 你终于露面了 在国外也要保重好身体 你的新春祝福我们收到了 低调定居加拿大的王杰突然现身 还PO出自己的视频 对于粉丝们来讲 这就是自己守护爱豆的动力吧 虽然他不再年轻 但看样子晚年生活还是很幸福的 祝福杰哥 视频中 王杰变胖了 爱笑了 虽然感觉的却是比以前老了不少 但相比在国内的前几年 他的状态明显恢复得非常好 至于王杰的两个孩子 虽然他们拥有同一个父亲 但他们享受的生活条件 却是如此的不同 在王杰事业的低谷时期 有无良媒体曾爆料他赌博 酗酒 还编造谎言说他的儿女都不认他 相信那个时候的王杰应该是最痛苦的 好在事实证明 王小翠不仅不是媒体口中说的那样 反而对王杰是极其理解和孝顺的 王小翠品学兼优 一直住在加拿大的他毕业后 本来可以找一份舒适的工作 可是为了王杰 他选择了当空姐 而且他亲口说过 选择当空姐的目的就是为了非香港时多看看爸爸 而王成员 华丽出生 享受着跟王小翠完全不同的优越条件 同父不同命 相信在王杰心里 最愧疚的应该是王小翠吧 毕竟这辈子王小翠都没有拥有过母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